童话很尊贵 这个文样实在是太精细了 你肉眼是没法去辨识的 你说这个三到四厘米 见方的这个范围里面 它刻了这么一个绳像 那绳像的线条 我给它大致测量了一下 差不多每个毫米五到六根 也有人觉得 还可以做一些精细的测量 甚至可以超过五到六根 那么这个线条都是不重叠的 所以当时画这个具体图像的时候 我是借助了这个踏片跟放大照片 进行临摹 五千多年以前了 当时没有精细啊 它用什么刻的啊 刻得那么好啊 这个工匠是国家级的工匠啊 返山亡陵十一座大墓 总共出土玉器 陶器 石器 茜玉漆碑等文物 共一千二百多件套 玉器超过九成以上 全世界现存两主时期的玉器 加起来大约两万多件 而返山亡陵出土的数量 就占到六分之一左右 且很多器物是独一无二的 五千年前 最具规模 最具水平 最能够典型反映我们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地方 是这一块地方 当然是1986年 由于亡陵的发现 轰动世界 从古域的来讲 叫做古域狂飙 搞玉器的人到这里 都认为是朝圣 远古时期 在这东亚最早的王国 要完成一系列 由人力堆住的超级国家工程 必然需要高度统一的精神信仰 才得以支撑 五千年前 这一信仰便由神来赋予 神人加神兽的复合形象 或许就是两主人心中神的样子 是两主人崇拜的神灰 人们在返山亡陵 亡的墓葬中 共发现十八幅完整的神灰 这是迄今为止 出土的两主玉器中 唯一一件在正反两面 都雕琢有神灰和神鸟的玉月 我们知道它这个月的 作为一个王权的权杖 当这个权杖上面直接刻一个神像 那就表示这个权力 就是古代在这个世界通行的 在早期的文明里面 都是王权 神权 融为一体的 就是说这个王都是神的代言人 神的代表者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王权的权权 是神灰和神灰和神灰 就是神灰和神灰和神灰和神灰 然后会放在中心里面 是神灰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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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灰的